党政焦点来关心 立委林长佐金贤挺过了罢免案 今天再回立法院心情一如往常 对于在整个过程当中 民进党倾全党之力替他站台立挺 也再度被问到是否会加入民进党 林长佐四两拨千斤的表示 希望让复杂的政治讨论回归平景 要感谢大家 让我们可以继续为中正万华来服务 立委林长佐站上宣传车 拿着麦克风沿着大街小巷卸票 艰险挺过罢免风波 工作保住了沉淀一个晚上 马上回到立法院上班 其实感觉差不多啦 女儿当然都是非常贴心 那不对老婆也是非常贴心 她也自己安排了蛮多的游戏 要我现在每天陪她玩 有另外一种累 但是也是感觉蛮贴心的 重回立法院林长佐相当平静 当时民进党立委 马上线上一个大大拥抱 恭喜 不只立委送暖 整个选举过程中 可以看到民进党 请全党支力浮选 浮渊大咖动员 虽然同一票五万四千多 高于不同一票四万三千多 但同一票未跨过罢免门槛 外界观望林长佐 何时入党以身相许 本人态度却相当低调 一直跟我们并肩作战 我一直都感 非常的感谢 另外更多这些话题的纠缠 我觉得先 大家应该先可以平静一下 他的加入与不加入 怎么做是比较好 我相信他自己会有一个选择 立委帮忙换家 毕竟连带对民进党来说 也是士气大正 这次同意罢免 也比不同意多 我们还是要战战兢兢 但对全国的绿营基层来说 党内士气大正 强强选举冲击蓝绿版图 千一法动全身 也敲响年底九合一 选举战鼓 记者张云圈的卫城台报道